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收睇, 枯翻通晰 上一集我们透过一个构想中的所谓宇宙年历 突显了人类在时间之中多么卑微 但世事有所谓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其实比起我们家里的爱犬, 或者我们的猫主人 我们其实已经很长寿了 而比起那些朝生暮死的浮游, 这些昆虫 人类其实已经有如传说之中的彭祖那么高寿 有趣的是几百万, 几千万, 甚至几十亿年 这些游场岁月固然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但大家想想, 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甚至是亿分之一秒 这些这么短的时间, 似乎更加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 但在宇宙的运作中, 这些极短的时间段落 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家的思想博大精深 而在佛学里面对时间有所谓撒那这种描述 撒那当然其实不是真的零时间的一刻 而是远远是得于我们的感观和意识所能感受到的时间段落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影播放的原理 因为只要画面的变化速率 以前就是菲林转换的格数 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菲林 就是电脑素描更新的速度 只要这个速度高于每秒24次的话 人类的肉眼, 严格来说就是我们的眼和大脑 更加重要的是大脑 其实看起上来这个画面 你就会觉得是连续的 其实他只不过是每秒24格 或者是多一点 所以你看看我们对现实的了解 其实就是这样的局限 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现在的体育竞技 日吹激烈 现在无论是跑步还是游泳 很多这些竞技 其实他那个时间 或者是分出胜负 都已经要用百分之一秒来定脱 大家看很多赛事应都知道 但其实大家认真想想 百分之一秒 大家是否真的明白是什么一回事 但这一秒的时间 你还要分一百分 然后就说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可能他就赢了 游泳 好了 我相信我自己都很难去转摩 究竟那百分之一秒是什么 但对于真正的所谓 刹那世界 我叫他做 其实百分之一秒 已经等于永恒 是不是夸张 让我们看看 科学家研究过 一枝强力的步枪 子弹 有多快 穿过一个大西瓜 假设 他现在用高速的拍摄技巧 他就找出 原来他这架子弹穿过大西瓜 只需要千分之一秒 即百分之一秒 即十分之一 今天最快的电脑 比上来 还是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最快的电脑 它的运算速度 已经超过每秒 一千亿个指令 指令 每个指令 完成只需要多久 就是千亿分之一秒 真是千分之一秒 都已经难想象了 现在说的是千亿分之一秒 很明显 已经完全超乎了 我们的理解和想象了 不过 这个速度 比起最快的化学反应 还差了一大截 这些反应 可以在千万亿分之一秒 里面完成的 英文叫Femto Second Femto Second 中文 其实学术的真正名叫 飞秒 飞那么快 当然我们所看的任何飞的东西 都没有它那么快 就是千万亿分之一秒 Femto Second 这个时间究竟有多短暂呢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原来 如果将这个一飞秒 和一秒钟 一秒钟相比 就等于一秒钟 和三千二百万年的时间相比 你说多夸张 比而所思 但我们经常说 高处未算高 低处未算低 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什么 就是快处未算快 短处未算短 我说的 其实就是这个核子反应 相比起来 因为化学反应 就是比起这个核子反应 真的好像吃了猪油那么慢 几年前 科学家就成功量度了一种核子反应的速度 结果呢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原来有一个核子反应完成所需的时间 只是一个化学反应所需要的时间的百万分之一左右 就是百万分之一的飞秒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一个科幻法烧友 高烧友 1980年的时候 美国科幻小说作家 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 罗巴特佛华 他叫Robert Forward 写了一本叫Dragon's Egg龙蛋的小说 我真的很喜欢 他就是描述人类在一颗中指星 一个neutron star的表面 找到一些超微型的外星人 但是由于中指星表面的核子反应 速度比化学反应快很多 所以这些外星人 虽然他们的文明 原本是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但是经过了人类的啟蒙和悉心教导之后 突飞猛进 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已经经历了有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步 终于很快就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科技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 最后就是再没有兴趣和我们沟通 因为我们太落伍了 那就跟他们说拜拜 所以这本小说真是厉害 可以说是硬科幻 hard science fiction 的代表作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 时间一路越整越短 究竟这种分割 究竟有没有尽头的呢 亦或是 原来宇宙间的时间是有一个最短的单位 就是最短的时间间隔 而他们就是时间的基本构成的单元 这个问题真是很有趣 人类最早问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不是跟时间和空间有关 就是跟物质有关 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 叫做德莫克力特 叫做Demokratus 他大概生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他最先提出一种最朴素的 我们叫做原子论 就是Atomic Theory Atom 这个字是由他所创的 其实是希腊文 其实这个Atom 的意思 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 就是Tom 我不懂希腊文 我猜 就应该是把他拆散 再分割 但是有个A字在前面 就是不能再分割 A就是不可 Atom 其实就是不可再分割的意思 就是说 原来 所以当时 德莫克力特 推断 物质 你怎么把它一路一路拆散 它应该到最后 一个层次 就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单元 是最根本的 不能再分割 原来 物质就由这些 原子的基本单元 是组成的 那些单元 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 已经可以构成我们现在 这个 纷纷多枝的一个世界 但是 这个 纯属是一个哲学思辨的原子理论 没有一个科学实验验证 但是 这个看法 要到19世纪初 英国的科学家 杜尔顿 John Dalton 就是重新 当然他是基于很多的 科学的发现 特别是化学上的发现 再提出这个原子论 然后人类不断来 把它丰富 深化 当然 我们今天知道 确实 这个 物质是由原子所造成的 但是 其实 到了20世纪 我们也知道 这些所谓原子 就是 名称上不可分割的 这些都是错的 因为原来原子也有结构 就是原子核 和它外围电子 原子核 原来也有结构 就是由质子和中子所组成 原来质子和中子都有结构 原来它是由夸克子所组成 但是 到此为止 经历了半世纪 有多 科学家 都没有办法 来去再探究 夸克子 究竟是有没有进一步的结构 电子 究竟是有没有进一步的结构 现在暂时的结论 就是没有 即是说 其实它们已经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单元 好了 这个就是物质 但在时间和空间方面 其实 古希腊也可以说是 开了先河 最著名的一个叫 之洛伯伦 Zenos Paradox 之洛又是一个自洛家 其实它生存的年代 都跟Democritus 德莫克里特差不多 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它提出好几个缝论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 可能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阿基利斯 它是古希腊两大史诗里面 一个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塞 说伊利亚特攻打特洛伊城 Helen of Troy 其中一个英雄就是阿基利斯 他伸手不凡 走得很快 除了很好打之外 但是 之洛当时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撥论 他说 只要有一只乌龟 在起跑线前过阿基利斯 然后之后大家一起起步 阿基利斯怎么走 都没有可能超越到这只乌龟 所以这就是阿基利斯和乌龟的撥论 但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撥论 我们是说非此不动的撥论 就是Flying Arrow 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说 我们考察一支箭 箭尼然在半空飞 但是他说 如果时间是由一些很基本的单元所组成 在我们考察每一个时间单元 这支箭就处在那个时间的段落里面 但是他再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假设 原来这些时间的分割 是可以无限的 无限的意思是 其实这些时间的单元 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间隔 我们就是说 是由一刻 一刻 正如一条线 就是由点所组成 但是点的定义 就是几何学 点的定义 就是空间上没有延伸 它只有位置 但是空间上没有延伸的叫点 当然这些点 就是加加密组成一条线 当然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拨论 但是我们考虑时间 如果你说时间是由很多这些撒那 比如我们将撒那 刚才我说撒那不一定等于零 假设我们将撒那理解成为 真是零的时间间隔 就是一刻 如果我们的时间是由很多 即是无数 这些是一刻所组成的 所以这支箭 其实每一刻 在每一刻 必定是处于某一个空间上的位置 对不对 那么问题就是 这支箭 由这一刻 去到下一刻 下一刻 它又占据了另一个空间的位置 对不对 当然跟之前的不同 否则就不叫下一刻 但是关键就是 按照你现在这样分下去 你这一刻 这支箭 在固定的位置 你怎样可以去到下一刻 那支箭 固定的位置 因为你这个黑本身 已经是最低最低的一个时间的单元 已经没有时间间隔了 但是我们就知道 在不同的黑 撒那 它处于不同的位置 但是你根本过渡不了 没有得过渡 已经没有 中间没有时间了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能够离言 是吧 那世事的东西 正所谓人同此心 就是心同此理 正所谓无独有偶 其实我们中国 差不多也是同一时间 就是2400 2500年前 在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有人提出一个非常类似的观点 这个就是庄子的好朋友 维斯 大家可能听过 两个人走过湖边 就说到所谓子妃如燕之余之乐 这个故事 这就不说了 但是这个维斯 当时就是百家争鸣 他就是名家的一个代表人物 但是庄子天下篇里面 有提到维斯这个说法 他就是说 叫做 非鸟之影 未尝动也 那维斯 当然大家隔了这么远 应该不是互相影响 当时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看 但是真是无独有偶 之乐就用了一支箭 但是 卫斯就用了一支箭 非鸟之影 未尝动也 其实他的推论 跟之乐是一模一样的 在一刻 这只非鸟就在这个位置 在下一刻 这只非鸟就在这个位置 但你如何由这一刻 过渡到下一刻 是过渡不到的 是吧 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拨论 很有趣 除了究竟时间 也包括空间 也包括物质 究竟是无限可分 还是有限的呢 如果我们集中时间空间 今天科学的探求 其实是倾向后者 即是有限 因为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 根据海深宝的不确定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原来再加上普朗克的量子论 里面有个普朗克常数 Planks constant 他推断出来 原来说时间和空间 是真是有个最短的单元 名字 普朗克长度 叫做Plank length 普朗克就是P-L-A-N-C-K 就是Max Planck 人名 Plank length 普朗克长度 时间就是普朗克时间 但是这两个普朗克的 最基本单元 当然是小得很交关 小过我们现在 就是现代科学探求 所能够探够到的距离 和时间间隔 这个纯粹是理论上的 长度有多长 就应该说有多短 如果我用一米作为单位 是一米的几分之一 我用份数来表示 份子上面是1.6多 1.6 但份母是什么呢 第一之后 35.0 你读了 我就读不了 一之后35.0 是多少 即是这么多份子1.6 这么多米 短到几加关几加关 那份子是5.39 但下面的份母是1之后 是44.0 肯定读不了 一之后44.0 不要忘记 刚才我说的 核子反应已经快得很交关 是百万份子1.6 但其实也是1之后 21.0 但现在是1之后的44.0 但问题就是 其实 现在普朗克时间 普朗克的长度 就是我们现代理论文理学 推导出来的 但实际上 真的 这个宇宙里 有没有可能 比普朗克长度更短 和比普朗克时间更短 这些空间和时间的间隔 这方面 其实某一程度上 有点像 之前我们探讨宇宙学的时候 有提到 可观测宇宙 那个半径 或者加上 变成直径 有多大 其实真的 在理论上 我们是没有可能 探究到 这个可观测宇宙以外的东西 同样 如果按照量子力学 我们是没有可能 可能探究到 是普朗克长度以下 和普朗克时间以内的时间 但是不是表示 那些不存在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 这个就是 原之有原 因为在原则上 我们也不可能 但是 存不存在 这个就真的是 很自学性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 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 来去探究 人类在时间 和空间的地位 到现在应该大致告一段落 接着 我应该跟大家说 人类在生物世界里面的地位 但在之前 我打算先打断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都说过 我心目中的通识 必定是包括自然史 文明史 和方法论 其实自然史 还有很多要说 但是 我也想 稍微跳一跳 说一说方法论 所以 由下一集开始 我会和大家 比较初步探讨 人类去研究这个世界 采取方法论 那方面 的话题 好了 大家到时 记得收听收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